大家好,我是小曾 今天小曾收到很多关于自动挡方面的咨询 其中最多的一个就是 自动挡在等红绿灯,地挡踩住刹车的时候 对变动箱有没有影响 或者是对我们汽车上的零部件有没有损伤 今天小曾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按家用轿车变动箱而言 挂在地挡踩住刹车 变动箱还是处在一个一挡的挡位 变动箱没有动力输出 发动机运转带动液力变取器的泵轮进行旋转 而窝轮是不转的 液力变取器在这个泵轮的不断的搅动之下 油温会升高 此时发动机变动箱它是有负荷的 为了避免发动机熄火 发动机这个行车电脑就会控制配油嘴 去多盆油 油耗就会升高 家用轿车地挡踩刹车 短时间这么操作呢 对车辆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些咱们工程师在设计之初呢 也是考虑到了 很多车型用的都是双离合变动箱 双离合变动箱 长时间递挡踩刹车 为了避免这个离合变 半离合变动的磨损和产生过多的热量 会断开离合器的这个连接 变成空挡 这样车辆在静止的时候啊 变速箱的内部齿轮啊 还有各种机构啊 都是处在一个空转的状态的 内部的油液呢 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冷却 没有动力输出 所以双离合变速箱 递挡踩刹车 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晚时间对变速箱啊 并没有什么影响 等红灯啊 可以采取这个地挡踩刹车的方式 但是脚不能离开这个扇扇踏板 否则啊 车辆容易发生一些追尾的事故 虽然说等红灯挂地挡踩刹车 对外面的箱啊 影响不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同一款车型 自动挡的发动机支架 比手动挡的发动机支架呢 使用的粘线要多很多 我们都知道 发动机并不是直接安装在车身上的 而是中间安装了一个发动机支架 用于过滤发动机的震动 支架的材质啊 有的是液压的 而有的是橡胶的 当我们挂在地挡踩刹车的时候 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车身的震动和方向盘的抖动 踩刹车就相当于 憋着发动机的动力输出 使得发动机的抖动啊 就更加厉害了 而这些抖动 就会被发动机的支架给过滤掉 无疑呢 就会增加发动机支架的负荷 而汽车的方向机啊 又恰巧安装在 这个距离发动机下支架 非常近的这个负荷架 远保梁上 所以长时间挂地挡踩刹车 会让发动机变得更加抖动 损伤发动机的支架 和方向机的寿命 所以为了发动机的支架 和方向机的寿命呢 大家在长时间等红灯 或在拥堵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挂到N档 拉紧手刹 可以说在等红灯 超过30秒的时候啊 挂入N档拉紧手刹 对发动机还有这个整个部件的 一年一说啊 都是很大的帮助的 特别是对我们行驶的安全啊 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希望您的分享可以帮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支持小邓 谢谢大家